什么才是一台好车? 一台可以隔绝城市的喧嚣烦恼 让跳动的乐章伴随你驾驶每一刻的作家 也可以是一台带你追寻与探索 燃烧肾上腺素带来激情时刻的伙伴 也或者是一台可以让你忽略距离的烦恼 去往那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的朋友 当然我们也可以把这一切结合在一起 这就是一台我们需要的全能六边形战士 如果要我说出当下最火热的休闲项目 那我觉得应该就是钓鱼了 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都想在周末的时候 能逃离城市工作的一个辐射圈 所以他们都会跑到郊外 去探寻属于钓鱼人独有的一份宁静 今天我们已经收拾好了所有的装备 也打算去享受一下这一份快乐 当然要开一百多公里的一个郊外 我们肯定是需要一台合适的作家的 所以今天就由这台广汽本年 全新一代的浩银滚动 来带上我们一起出发吧 那么很多人在选车时候都会尝试选择一些新能源车型 因为他们想要避免传统燃油车的一个高油耗表现 但是其实很多人都是不具备一个充电条件的 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 混动车型会是一个更好的选择答案 像是我们今天的这台广汽本年全新一代浩银混动 它无需充电也能享受到媲美纯电车的一个经济性 同时它也没有纯电的续航焦虑 也没有电池安全的顾虑 大家先别急着质疑我 这些问题我会在去钓鱼的途中 再一一给大家做出解答的 你好本田 导航到曾江钓鱼点 那我们从停车场出发 到钓鱼的地方大概有75公里 那这一路上我们就来测试一下车台浩银的混动版 到底它的油耗表现有没有像官方说的那么低 这台广汽本田浩银混动 它搭载了本田第四台IMD混动系统 它搭配的是一台2.0升阿特金森循环发动机 与之匹配的是一个高低两档的ECVT变速箱 这样能让内燃机在更宽的车速区间内进入一个直驱模式 现在在这种城市路段或者是爬坡路段 发动机和电机会共同驱动 从而进一步提升动力 同时也能优化它的能耗表现 而在最费油的起步阶段 电机会直接驱动车辆 完全抹去了发动机最费力的工作区间 同时第四代的IMD混动系统 改成了油电双中传齿轮的一个结构 这样的改进可以让混动系统更加的聪明 也更加自得的选择是应该发动机直驱呢 还是电机直驱或者是两者并行驱动 OK 那我们总算是上高速了 现在我们就通过方向盘上的按键 直接打开这台号影的辅助驾驶功能 那全新号影它搭载了 Honda Sensing 360辅助驾驶系统 全车通过五个毫米波雷达 以及升级的摄像头 去共同实时监测整台车的一个行车环境 那我觉得本田号影混动呢 它有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安全性 前一段时间呢 中宝研发布了最新的碰撞安全测试结果 其中全新一代号影在六项的测评中呢 均获得了最高评价G的优秀成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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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知道该怎么选了吧